你真的要跟婆婆住吗 他就说就这几年 撑下去房子就是我们 撑下去 就这几年 他就觉得 其实他也知道说 跟婆婆住可能 我们会不会得罪到这些婆婆 他也觉得跟婆婆住 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但是想说 你在新闻工作上面 哪天没有摩擦 哪天没有被骂 我就撑下去 就这几年 而且他觉得婆婆也蛮上道的 可是一回去就发现不太对 不上道 对 一回去 就是为什么婆婆要把浴室给封起来 因为晚上的时候 夫妻不是会比较恩爱吗 恩爱完之后 先生是不是一定要到外面去冲洗 他去冲洗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同事说 他还躺在床上 就是还在休息 婆婆就进来了 还好吗 恩爱完 然后婆婆就问还好吗 他就很慌张 因为身上的衣服就是有点 还没有 在那个状况之下 然后马上又要进入 面对婆婆的状态 他就觉得要变脸 汗都还来不及 他还在喘气 结果婆婆对她提了一个 更可怕的要求 她说你这样子要不要稍微倒立一下 好 媳妇可以开始做事情的时候 开始可以做家事的时候 婆婆就跟她讲 你炒菜太大声了 炒锅子的声音太大声了 会怎么样 她说这样子听起来就很比我福气 哈哈哈哈 也就是说这个婆婆 其实她都没有用不好的语言 修理人家 她在金钱上也很大方 但是这婆婆就是把所有事情 都要用她自己的方式 譬如说小孩子 什么时间要洗澡 小孩子要用什么方式喂奶 左边的奶要喂几分钟 右边奶要 通事要听婆婆的话 可是婆婆都不会跟你讲难听的话 好 最后他们是在干嘛 最后先生也这样 菜太当然会觉得 她压力很大 觉得妈到底要跟我们住多久 那她先生跟她讲说 就两个月啊 就满月之后 婆婆就回去了 媳妇就想那我就忍着吗 两个月能不能 一定可以忍 那两个月之后呢 他们其实本来夫妻就讲好 因为奶奶在台北工作 所以希望孩子在台北 留给保姆照顾 这个奶奶抱着孙子 抱着抱着就舍不得了 她就跟她讲 我留下来好了 哈哈哈哈 然后不然就跟她想说 那不然你们不让我留下来 总是谁 保姆怎么会比我好 我自己的奶奶自己照顾 不然我带回去台中照顾好了 这其实三面都很为难 所以这个媳妇就跟先生讲 就说我没有要你选择 但是这件事情会造成 我们会以很大的危机 因为只要你妈妈留下来 我们不用多久 我们就一定会离婚 因为我每天都不开心嘛 我不是说你妈妈不好 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差很多 我们讲有时候 真的是少一根筋 你知道他们有时候 比较在意自己 他们比较会在自己的世界 对不对 我今天心情很好 我看到婆婆我就跟你讲 婆婆我跟你讲啊 这个我最近有什么好事发生了 你的这个孙子最近怎么样 他也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那至少他们有时候很有自信 容易比较想得比较乐观 所以他们在互动的时候 比较会带着微笑的 或是总是觉得好像很有活力 那这样子其实相处起来的时候呢 通常婆家也会觉得 看到这个媳妇好像一互动 就觉得很欢乐 或媳妇来我们家里 就觉得整个气氛都不一样 自然而然也会有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改善 一个循环了